好之前花蓮警方接火線報指出疑似有人在社區大樓內吸毒 那麼圓景經過多日的夜訪發現飯嫌晚餐都會叫外送 那麼上個月29號為了要降低他們的戒心 圓景是特地仰裝成為外送員來上門 趁著開門的瞬間立刻衝入租屋處一舉攻破 宛如電影的情節真實上演 看見敲門的人居然是警察還衝進來 嫌犯連忙四處逃窜但根本沒有地方躲 只能乖乖趴在地上 確定嫌犯通通趴好了 原警開始搜身清查人數和查扣證物 原來警方獲報花蓮這棟社區大樓 經常傳出刺鼻臭味 懷疑裡面有人在吸食毒品 警方埋伏調查發現嫌犯晚上都會叫外賣 所以想出一招 原警到場之後是洋裝外送人員敲門 趁這個犯嫌開門趁其不備之際 我們一舉的進入 警方調查嫌犯是天道蒙太陽會的成員 他們為了躲避警方掃黑行動 特地把堂口據點設在社區大樓 不過還是被警方識破 喬裝外送上門 嫌犯滿心期待 以為終於等到香噴噴的晚餐來敲門 結果來的竟是他們最害怕的警察 心情簡直是天堂掉到地獄 記者仗宣徐莉琴花蓮報導 多天那麼好 感谢观看